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计划 以从社区看见真台湾为主题 105年106年计划为由凯破大宽屏关身有限电视公司拍摄制播了12支的微电影 而首支的微电影《家世异域》将在11月30号在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来首映 欢迎民众踊跃共享盛举 在高雄老农西畔的美景称托下述说着古老的社区故事 为电影《家世异域》叙述着民国50年 电缅孤军与余娟撤退来台后的经历 电影透过孤军第三代念生和一群好朋友 在激烈的七弹生存游戏中受伤 触动小话阿嬷的思绪 让时光倒回到国共战争期间的场景 有文化部指导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 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计划 以从社区看见真台湾为主题 由凯波大宽屏观神有线电视公司承办拍摄 105年106年计划制播的12支伪电影 而首部《家世异域》透过三位阿嬷的视角 描绘他们如何在异域辛苦重建家园 在土地中挖掘自己的文化轨迹 首部伪电影《家世异域》将于11月30号 在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首映 欢迎民众踊跃临欣赏 从故事中发掘社区文化之美 而在首部为电影发表之后 后续还有11支为电影 将在每个月YouTube岛屿的光影频道播放 期盼大家踊跃观赏 一起从社区看见真台湾